哈喽大家好,我是Gary 在上期视频里面咱们提到在美国南卡发生过的蜥蜴人袭击人的事件 这里的蜥蜴人与神话当中所提到的蜥蜴人有一点不符 主要是这里的蜥蜴人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凶兽 而神话当中出现的蜥蜴人被很多人认为是早于人类文明出现 并且拥有高于人类的智慧,高于人类科技水平的这样一个存在 就比如说在霍皮族的神话传说里面 每当大灾难来临的时候 地底的蜴人就会出来帮助人类渡过难关 然而同时在地底也有着蜴人的对手 就是这个蛇人 也就是很多人所谓的蜥蜴人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两点 第一点就是蜥蜴人和蜴人 他们是同样一个水平的 就是他们的智慧和科技应该是在一个维度 所以他们才会成为对手 还有一点就是蜥蜴人和蛇人应该是一种东西 所以在人类文明初期在地上行走的这些蛇人 比如说像什么福西啊女蛙这种 那理论上来说都是蜥蜴人 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都跟我有同样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说蜥蜴人就是蛇人 这个蜥蜴和蛇长得也不是很像对吧 但其实如果你去深入研究的话 你会发现蜥蜴和蛇这两个东西是特别像的 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自然界中这么多动物 只有他们两个舌头是这样分叉的 但这种不算是后天整容的不在我们的考虑范畴之内 像蜥蜴和蛇他们这种天生的分叉的舌头 不仅长得像他们的功能和作用基本上还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用来闻气味的 当他们把舌头伸出来 捕获到一些空气当中的一些物质威力 然后马上又缩回去 缩回去的舌头就会伸到口腔前上方的一个小腔里面 这个小腔是由许多感觉细胞组成的 这些感觉细胞就能帮助分析和鉴别舌头上所捕获的这些化学物质 所以蜥蜴和蛇就可以利用这些化学物质在分叉舌头上的这种分布的情况 来判断这些化学物质或者说这些气味的来源在什么样的方向 比如说舌头右叉的这种化学物质比较多 那说明这个猎物可能就在右边 然后就有那种特别喜欢搞事情的科学家 他们把这个舌的一半舌头给它剪掉 就是把这个分叉的一半给它剪掉 然后发现这个蛇就丧失了通过气味追踪猎物的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说这个分叉的这种舌头对于蛇和蜥蜴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这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最后就发展成了一种象征 所以这种象征慢慢就发展成了蜥蜴人的一个标志 按照这个逻辑有人就发现 我们的《山海经》当中也曾经记载过这样的一个全是蜥蜴人的王国 在《山海经》的海外南经当中记载过一个国家叫齐蛇国 这个齐在古语的意思就是分开的意思 所以这个齐蛇国说的就是他们国家的人的这个舌头啊 都是这种分叉的分开的 那不就是我们所谓的蜥蜴人的王国吗 而且上古神话一家亲啊 不仅中国的神话当中出现过蜥蜴人蛇人 苏美的神话当中呢也出现过这样的蜥蜴人 苏美神话当中有一个女神叫做宁霍尔萨格 她被称为众神之母 当时考古学家在她的神庙旁边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些人像 这些人像我们看她的眼睛嘴巴和脸型啊 就会发现真的特别像蜥蜴人啊 那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他们的这个长头 我们都知道苏美文明过后就是古埃及文明接了班 那埃及壁画当中又经常出现这种戴着长帽子的这种人啊 所以很多人呢就认为 这个戴着长帽子的这个人 他其实不是戴着长帽子 他的头呢就是一个长头 而他的圆形就是这个长头的这种蜥蜴人 那既然世界上这么多神话都提到了蜥蜴人 那么这个蜥蜴人是否真的存在过呢 对于这个问题 在1986年加拿大的古生物学家戴尔罗素 给出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就说这些蜥蜴人可能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恐龙人 罗素年轻的时候 他在研究恐龙化石的过程当中 碰到了一种特别奇特的这个恐龙牙齿 这个牙齿长得可谓是特别的残暴 它不仅尖而且它还长得有道刺 由于这个牙齿的特征十分的凶残 随后呢大家就给这个牙齿的主人命了个名 叫做伤齿龙或者巨齿龙 罗素觉得这个玩意很有意思 于是他就深入研究 这一研究不要紧 发现他研究的这个东西居然是恐龙界的爱因斯坦 伤齿龙是一种体型比较小的恐龙 身长大约两米 高度大约一米 然后重呢一般在六十公斤左右 就是一个标准成年人的体重 但是他大脑占身体的比例 却是恐龙平均水平的六倍 并且比人类的祖先南方古猿还要大两倍 我们都是要判断一个物种的这个智商水平 并不是看他大脑有多大 而是看他大脑跟身体的这个比例的大小有多大 当人们把六千五百万年前的伤齿龙的头骨和七千五百万年前的伤齿龙头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时候 人们发现伤齿龙的这个脑占比还在逐步增大 也就是说他的大脑一直在进化 当时罗素就推测 如果按照这个进化速率来讲的话 如果伤齿龙现在还健在 还没有灭绝 那么伤齿龙的大脑跟人类比起来 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说他们的智慧或者说他们的文明 可能已经远超于人类文明了 我们知道很多人认为人类之所以可以成长为地球的霸主 主要是因为人类有手臂 可以操纵东西 可以运用工具 但是可怕的是这个伤齿龙 他也有手臂 并且人们通过分析七千五百万年前的化石 和六千五百万年前的化石 发现伤齿龙的手臂也在进化 伤齿龙的手臂不像其他恐龙的那些手臂 都是短手 他的这个手臂是一个非常长的长手 平时不用的时候可以像鸟类一样折立在后面 他的这个手臂或者说他的爪 已经进化出了像人类拇指这样的一种功能 就可以轻易地抓取一些东西 并且进行一些很灵活的一些操作 这里呢有一个巧合 就是伤齿龙的这个爪 它是有三只 就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南卡袭击人的那个蜥蜴人 一样它也是有三只 另一个巧合跟生物形态学的一个假设有关 这个假设就是蛇类和很多蜥蜴类 它们的祖先就是苍龙 所以这个巧合就是蛇人 蜥蜴人 恐龙人 貌似就是一种东西 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会想 还好这个恐龙灭绝了 不然我们人类都已经被恐龙人所支配了 其实在之前那一期寻找海外的视频里面 我也讲到恐龙可能并没有灭绝 它们只是进化成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一些物种 比如说鸟啊鸡啊这种 并且这一点呢 学术界是特别认可的 因为鸟类的骨架特点和这种身体的结构比例 跟恐龙的这种骨架特点和结构比例特别的相似 所以很多科学家就认为 如果这个恐龙人存在的话 那么这个恐龙人的体态呢 不应该像人体一样 它应该看上去更像是鸡或者像鸟这样的一个体态 所以总的来说 当年恐龙界最聪明的那一只 恐龙界的爱因斯坦 是很有可能并没有灭绝 并且一直在进化的 我们可以算一下 人类如果真的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话 那么人类进化的历史 差不多最多也就是个400万年的时间 通过400万年 人类进化出了如今的这种智力水平 造出了如今的这种社会盛世 但是6500万年前 恐龙当中智商最高的一只 就是这个商齿龙 它的底子呢 比人类的祖先的底子还要好 然后它的进化时间还是人类的16倍 所以这只商齿龙能达到的科技水平 我们可以简单的算一下 这里我们姑且不用人类科技水平的16次方 来计算他们的科技水平 我们就单把人类的科技水平乘以16倍 那这个科技水平呢 可能早就可以飞出太阳系了 那如果这样的恐龙人 他们真的存在的话 那他们生活在地底 我是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毕竟地底是一个宇宙射线射不到 陨石砸不到 并且能源呢 还特别充沛的一个地方 但前提是你得有实力才能生活在地底啊 本来罗素提出的这个说法 很多人只是把它当做了一个科幻故事在看 但是直到1999年的时候 网上爆出了一篇火爆全网的长文 就是这个莱瑟塔档案 讲的就是一个人 与一个蜥蜴人的访谈记录 被访谈的这个蜥蜴人就说 他们的科技水平确实是领先人类很多 并且他们就是由这种恐龙进化而来 所以下期的视频 咱们就来好好地聊一聊这个莱瑟塔档案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